我相信我们基督生命堂施工成长到一个地步 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亚伯罗 我们不只是只能用土生土长的传道人 对吗 我们说土生土长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只有在这个教会一起长 跟我们长大 或者我们认识他很多年了 认识他的强项 认识他的弱点 个性 对这些东西我们都了解了 所以土生土长的传道人 通常我们最喜欢 比如说我们惠君传道 我们成吉指示 土生土长 我们都认识他们 都了解他们最安全 但是如果只有用土生土长的时候 我们也会来到一种局限 怎么说 首先我们没有这么多土生土长的人 能够起来做传道工作 这传道工作真的是要被神呼召来做的 另外 土生土长的人如果在一样的教会背景 条件长大 看的都一样 想的都一样 但是一个施工要前进的时候 我们会需要接触很多不同领域 不同背景的人 如果一间一间生命堂起来 我们怎么能够有这么多的传道人 能够派去服侍他们 所以我们不讲别的 就说比如说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生命堂 我们有新山 吉隆坡 等下牧师也过去 教会开始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传道人 其实吉隆坡到现在也还没有传道人 所以我们每一个地方建立教会的时候 最急需的就是有好的传道人 起来教导牧养教会 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有空降 空降 我们这样讲 所以就是借助从生命堂以外进来 跟我们一起同工的传道人 空降好不好 空降有新鲜感 但是也有它的危险 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背景 它的为人 所以也未必能够理解 它未必能理解我们的本会文化 在服饰上 我们有一些基础的理念 可能这些都不是很小的 当然我们可以设下一些条件说 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忠于神的话的传道人 各位 有哪一个传道人是说 它不忠于神的话 我们一定要找忠于神的话 你怎么知道它是真忠于神的话 我们说可以有一些条例说 我们一定要找改革中的传道人 改革中神学院的 或者保守神学院的 毕业的这样的传道人 只有这样我们可以用 你可以设下这些条例 或者有时候你听一个人讲道 知道他的理念 但是处世代人 是你一定要经过时间 跟他相处 同工 你才知道 有些传道人 我看 他能讲道 但是他没有足够的爱心 在牧养关心人方面的事情 他不愿意多付出 如果有遇到这样的传道人 也会有 有些传道人和蔼可亲 亲和力很强 整天关怀人 照顾人 但是你就知道了 他一上台讲道 大家都不期待他了 因为他讲道的时候 没有放尽心思预备 所以各种的传道人都有 当然没有一个传道人 是没有欠缺的 但是当挑战来的时候 他怎么面对 当众人向他要求的时候 可能要求他 传道人 你多探访我们 传道人 你讲道的时候 可不可以多清晰一点 你怎么面对 传道人怎么面对 怎么为羊群设想 怎么为群体设想 你不够的地方 比如说一个传道人 不够的地方 你怎么求进步 然后有时候众人 向你要求 你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 你也是很温和地 要懂得向众人解释 这一切的东西 都是一个传道人的数字 有些传道人是 听到人说他一点点 他就开始 自慰 他的那个自慰本能就出来了 然后开始 甚至攻击旁边的人 攻击那些抵挡他的人 说他的人 就显出他的不谦卑 所以其实这一些 他怎么向人对他的要求 或者一些批判 来做出反应 这是显示他生命的内涵 也断定他的传道工作 能够走得多远 其实一间教会的成败 跟遇到好的传道人 是息息相关的 阿们吗 当然是阿们的事 我常说 你要能教导 传道人要能教导 但是很重要的是 他不能是一个学者 他必须是一个牧者 他不能上台的时候 就讲一篇没有错的信息 他要讲一篇群羊需要的信息 没有错 但是群羊也需要的信息 然后他的讲道 不是把道理讲而已 在讲道当中 需要召唤人来降服于基督